萧炎原本准备离开的方向是东边 现在也没有确切要去的方位 只是随意选择了一个方向 打算边走边看 不料身形还没动 就被身影给叫停 萧炎苦笑啊 对这里人生地不熟 就没有必要以意孤行 炫气准备转身朝着西边而去 等一等 这西边也去不得 那里有一尊永恒魔天兽 你若不想成他口中亡魂 奉劝你还是别去西边 萧炎苦笑 又只能转身朝向南边 这南边大路破碎 甭溃便是始于南边 最后 萧炎朝向了北边 没有动身 而是先转头看向了远端的身后 后者再多是眉头紧皱 刚欲说话 又欲言又止 罢了罢了 似乎看起来哪边对你来说 都是死路一条 自己选吧 日死是活 全看你自己欺运了 身影摆了摆手 一脸为难地说道 原本没有选择困难症的萧炎 此刻呆滞在了原地 令她不知该何去何从了 说了半天 似乎还不如不说 这么看来 只有您这里比较安全了 不如 萧炎笑着挠了挠头 身影眼神立刻冷冷地看向了萧炎 而后缓缓开口说道 你若还敢回我山峰 我就让你也变成我的山峰之一 萧炎闻言 立刻尴尬地苦笑 自然没有去质疑身影所言的真实性 卷起 萧炎对着远端模样严肃的身影 再度抱拳拱手 那小子便告辞 既然不知所缺何处 那就挨个讨教一下好了 萧炎脸上露出了淡然的笑容 至于北边 身影没有说明有着什么危险 所以萧炎身形一动 并是率先朝着北边暴力而去 身影看着萧炎化作了一道长红 消失在了北边的远端 其目光也是露出了复杂之色 说起来 这小子怎么身上有一股 让我感觉到熟悉的味道呢 身影难难 目露思索之色 不过这种思索 也仅仅只是一瞬 下一刻就消散而去 没有去做过多的思索 因为认识与否 对她来说 已是已然不重要了 此刻距离萧炎进入此地 已经有八年时间 九英就在云层的上方 等候着萧炎的归来 八年时间对于九英来说 几乎是一个闭幕之间 一晃而逝 而在这深海之外 则是悬浮着五星原神庞大的尸体 原神分身 依旧盘坐在其眉心头顶 一缕缕星辰之力 不断地涌入原神分身的肉身当中 只见其眉心之中 两颗星印交相辉映 展露着淡淡的光芒 随着不断吸收五星原神 所残留下来的星辰之力 眉心之中第三颗星印 正在缓缓地凝聚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见其眉心当中的第三颗星印 逐渐变得凝湿起来 直至一股强大的气血 从其身上扩散而出的一瞬 眉心之中的第三枚星印 赫然凝湿 其眼某猛地睁开 在其眼眸之中 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守护在这一旁的兵运兔和乌战 立刻一惊 目光看向了原神分身 只见原神分身慢慢地站起身来 缓缓转头 目光赫然凝聚在了 兵运兔和乌战的身上 其目光极为冷漠 脸上更是无比冰冷 虽然萧妍平时也不够言笑 原神分身 更是常常都板着一张脸 所以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奇怪 只是远端的原神分身身影默然一动 杀鸡毕露 身形如同炮弹一般 朝着兵运兔和乌战暴射而来的一瞬 兵运兔和乌战 即使在此刻对视了一眼 这杀千刀的又要做什么 打算拿我两两手吗 兵运兔不好气地说道 说话之间 原神分身在暴略之中 拳头收于腰间 身上更是散发着极为浓烈的杀意 这等模样 似乎真的打算对他们出手 两者皆是一惊 兵运兔立刻往后倒射 乌战还在发愣 似乎还认为 萧炎是在给他们开玩笑 犹豫之间 原神分身拳头 已是朝着乌战笼罩而来 别闹了 我可不是你的对手 乌战还摆了摆手打穴道 原神分身临近的一瞬 一股死亡危机 将乌战彻底笼罩 这一刻 他看着萧炎的眼神 方才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乌战这才立刻往后急速倒射 但原神分身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 便是临近乌战 没有任何迟疑的 原神分身 一拳朝着乌战往山轰出 一声巨响扩散而出 身形失去了平衡 身形失去了平衡 半空之中化作了一道血线 一拳便是让他掠出了百丈之外 身形重重地砸落进了海水当中 原神分身并未就此罢休 仿佛他方才的拳头 根本不像是在练手 这一拳 若非乌战用血盾和不朽之力所抵挡 足以将递之不朽第一步的乌战给轰杀 就算不能完全轰杀 也必定会落个重伤的下场 冰运兔一双红色的兽眸 死死地盯着原神分身 感受着对方的气息 似乎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差别 唯有从那眼神当中 冰运兔才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这杀千刀的 分身似乎觉醒了自我意识 怎么会这样 冰运兔大惊失色 此刻 萧炎本尊不知所踪 且冰运兔也完全感觉不到了 萧炎本尊的气息 分身延伸意识 除非是本尊放逐了意识 分身才能独立存在产生意识 亦或者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本尊已死 冰运兔心中分析到 一种不好的预感浮现心头 虽然他不太喜欢萧炎 但萧炎若真死了 这个责任让他如何担当得起啊 这个杀千刀的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让他跟着九阴离开 现在好了 生死未博 杀千刀的杀千刀的 弃杀我也 冰运兔一边骂着 一边目光一凝 因为元神分身 此刻身影在动 目标竟然是他 这种情况 也不能说本尊死亡 倒是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分身强过本尊太多 从而也能反噬其主 脱离掌控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